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自身种水都不会很差了 所以即便是在自然光下 展示的是翡翠最真实的样子 不过也依旧很好看了 接下来我们再放到灯光下来看一看吧 上面的这种就是猪宝店长远的灯光了 我们来看一看灯光下的翡翠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吧 如果对种水比较了解的小伙伴们 应该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了 灯光下的种水 几乎是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了 有接近冰种的一个质感 因为这类种水界面的定价 就是以看春水等级为主了 所以说这枚界面灯光下的价值 可能要比自然光下的价值高出来五至八百左右了 当然了 界面的类型不仅仅只有种水了 更多的还是以咱们拿的这种带色的为主了 这枚界面也是我们特别挑选出来的 因为它本身的颜色偏淡绿 在自然光下就更是这样的一个底色表现了 并且局部还半有一些棉 不算是非常干净了 那么下面我们同样拿去室内灯光下参考一下吧 那么现在的样子就是灯下的表现了 这次大家应该发现了明显的变化了吧 首先一点就是颜色了 从淡绿几乎是变成阳绿 然后我们也可以发现 在自然光下还能看到一些棉 但是在灯光下几乎就不可见了 第三件变化就是明显灯光下的要更加透亮一点 所以说在种水方面也是有6位提升的 总的来说可谓是1.3德吧 比如说这位界面它的定价是2000 那么现在至少是5000的一个表现了 差价还是非常恐怖的 刚刚看完了界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手镯吧 咱们可以先从最便宜的下手 就例如这边的这个摊位啊 几乎都是百数的 那么其品质还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先随机挑选一个 然后呢看一看自然光先吧 就以这个为例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自然光的表现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看它在灯光下的表现吧 这个呢就是灯光下的表现了 现在的样子似乎还要更加难看一点了 和刚刚的情况呢几乎是截然相反的 这个呢又是什么原因呢 不着急着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拿一个肿水更好的镯子比较一下吧 那么这季呢就是肿水比较不错的时候 主要呀它在战光下的一个表现 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 然后这个呢就是灯光下的表现了 明显的又要显得更加水润一点了 似乎这个规律呢都恢复正常了 现在呢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其中的这个原因了吧 其实通过以前以后的对比啊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 灯下不关于啊 主要针对的是有一定肿水 或者呢是带色的粉碎了 对于一些冲水很差的话 反而灯光下呢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了 同时呢通过今天的对比呢 希望大家也能够明白 翡翠啊受光线影响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看货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多角度对比去观察了 因为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啊 那我今天的视频啊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骨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力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